她送给这对母女一张合影 作为留念 而当妈妈再次看到照片时 女儿的头像却从上面消失了 吓得她赶紧抱住女儿 她马上去了那家咖啡店 但是却发现根本就没有这个人 她想起了那天女人说的话 说着女人看向了小女孩 她赶紧拉着女儿离开 但是女人又追了出来 从那之后 她对女儿看管得更严了 但突然有一天女儿不见了 她在电脑上看到了女儿喜欢的明星 在湖边有演出 水 她马上打电话给女儿 但是却打不通 当她看到湖边有人溺水的时候 以为预言成真了 这时她接到了一个电话 当他们赶到警察局的时候 她当场就打了女儿的好朋友傻子 并且不允许傻子再和女儿一起玩 而这段时间 韩国接连发生了三起连环凶杀案 使者就因为女性 她因为要忙着做连环杀人案的节目 便把女儿一起带到了单位 而她临时需要和警方核对资料 就让同事把女儿小心送到停车场 这次同事接了个电话 女儿看到了保姆 静止跑了过去 但当她正在做节目的时候 保姆却打电话给她 说并没有接到小心 与此同时 一个自称凶手的人 把电话打进了直播间 她向全韩国的观众说 她就是凶手 主持人问她你怎么证明 她说第二个使者被捅了14岛 这次警方也接到了法医的电话 证实了凶手的话 这次凶手又说杀三个女人 她已经厌倦了 这次要换个口味 这赫然就是女儿的声音 她吓懵了 这次凶手又说了一句 匪夷所思的话 她疯也似的跑去给绑匪通话 但这次绑匪挂掉了电话 这是最可怕的直播 当着全韩国的面 承认自己是连环杀人犯 而她下一个目标是一个小女孩 绑匪张口就要两亿赎金 女孩的妈妈已经吓得六身无阻 这是门铃响了起来 一屋子人如临大敌 原来是快递员 但她悄悄筛了张纸条给女人 而内容是让她甩掉警察 独自一人拿着赎金去赎人 旧女心切的秀秀假装晕倒 她趁机从医院跑了出来 取了现金准备去救人 但是银行的职员发现她行迹可疑 便打电话通知了警方 当她来到交易地点 绑匪却发现了跟踪而来的警察 绑匪说她很没有诚意 她连忙解释到自己并不自行 她让秀秀带着现金到三号地铁 并甩掉警察 秀秀一口气跑了三十公里 终于在地铁关门前甩掉了警察 而她也在终点看到了女儿和绑匪 本以为交了雏金就能救回女儿 可是意外却发生了 那个小女孩并不是自己的女儿小心 她意识到被骗了 秀秀马上跟着绑匪登上了同一辆地铁 她一节一节车厢的寻找 最终在绑匪即将逃脱的时候抓住了她 绑匪疯狂地踩踏着秀秀 但怎么也挣脱不了她的祝福 众人只是在旁边围观 直到警察赶到抓住了绑匪 但这个绑匪不是真正的凶手 他只是想借机敲诈一笔钱财 那真正的凶手呢 秀秀在直播间里 卑微地请求绑匪放了自己的女儿 他甚至跪下了请求和女儿交换 但这时电视上却播出了 发现小型尸体的新闻 秀秀愤怒了 与此同时 韩国总统也宣布不惜一切代价 要抓到凶手 而警方也告诉秀秀 小型生前被关在一个废弃的仓库里 绑匪并没有第一时间杀掉她 小型是逃走的时候溢水而死的 他坐车前往废弃的仓库 而这时丈夫打电话给他 但他并没有接电话 看到墙上的涂鸦 他痛恨自己没有保护好女儿 正当他准备头虎和女儿团聚的时候 对面有个男人向他大声呼救 美女一边搭讪着保安大叔 一边给同伴发送信号 他们顺利地进入了小区的一户人家 这时突然来了一个小女孩 女孩的妈妈也接到了他们打来的电话 妈妈赶忙打电话报警 当他回到家 却发现女儿和他们玩得很happy 原来之前的住户接了他们钱没还 女儿也替他们求情 东子好像也神通广大 很快就从警察局出来了 这天一个美女来到他的侦探事务所 让东子查他老公的行踪 这对东子来说小菜一碟 很快就把证据交给了客户 但客户要他喝酒 东子说工作时间不喝酒 但客户说不喝酒取消委托 而且只让他喝一杯 东子喝了一杯 但很快发现是一杯接一杯 好家伙 这一杯下去喝出事了 而当他回到家 远方大爷也劝他好好做人 并承诺给他一百个亿 东子才不信大爷的鬼话 与此同时 小女孩被绑架 而他也被警察当作嫌疑人抓了起来 直到警察抓到了绑匪 他才被放出来 而他也发现被绑架的小女孩正式小心 他也在电视上看到了大爷的死讯 原来大爷真的是有钱人 东子跑到酒吧喝酒 为错失一百亿感到懊悔 而真正让他懊悔的事情是 客户的老公是黑帮老大 听说你送了我一顶绿帽子 东子当时就跪下了 而大哥却感动的哭了起来 接着他让手下把东子扔到水里 东子凭着脚尖的伸手逃过一劫 但这时他却接到了警察的电话 警察告诉他 他的亲哥哥今天要被执行死刑 而正是这个电话 让他成功的被抓住了 这时他发现对面有个女人 他大声朝着女人求救 但是女人并没有搭理他 静止跳进了湖里 他也被扔了下去 当东子从湖里逃出来的时候 他却发现了一个惊人的秘密